拜拜 新道具哦 新道具哦 好 那我们就拿这个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看好这边 哈啰 看好这里 这两根一样长 对不对 然后我这样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了 对 从没有角到变成有角 对不对 有看到吗 所以一开始角度是0 对不对 看好这里 哈啰 一开始是0对不对 然后上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角度的变化 对不对 那我这样子一直到这里 就摆得最正 这个时候是90度 然后再下去到这里 180 就180对不对 然后再下来呢 再90度对不对 3个90度对不对 然后再回来呢 等一下 这时候我们到底会说什么 再一次哦 30度 这里是0对不对 对 U车 对 U车 好 好 接下来是不是0度 0度再来角度慢慢变大 对越来越大 大到这个会摆正的时候 什么叫做摆正 垂直 这样正不正 这样正不正 正 正不正是对谁讲 这个妹子好正 再一次哦 哈啰 看我这里 张士林对不对 看我这里哦 张士林对不对 我转到哪里叫做已经摆正了 所以摆正是对谁讲 直角 摆正是对谁讲 90度 90度 是怎么量出来的 垂直 它明明是歪的啊 不是吗 没有 不是吗 不是这样 对 所以你要这样说 其实 其实 对我的地面来讲 它是歪的嘛 对不对 可是它对这一根来讲 它才是正的 对不对 所以摆正是对他来讲 可以哦 好 所以 所以所谓的摆正 我这样子摆 不管怎么摆都叫做摆正 对不对 只要他们两个互相之间是90度 我都叫做摆正 因为我这一根的摆正 是对他来讲 可以哦 所以我们是用90度来讲 就是你们刚刚的说法 所以我不管我这一根怎么摆 我的基准在这里 我的基准在这里 从这里开始 0 然后角度要越大到90度 对它来讲是摆正 对我右边这一根来讲 就要摆正 然后再来90度 就是刚好跟它平了 对不对 所以你注意看 橘色的这一根本来在这里 绕到这边来 是不是180了 对 均点看好这里 再转一次90度 就变270对不对 眼睛一定要看好这里 你们有些人的习惯 都要一直我跟你讲 接下来 这根橘色是跑到下面来的 300 所以到底是几度 360 本来的橘色的是不是在上面 0度 绕到下面来的 对不对 大光强吗 所以绕一圈是360度 请你把这个过程画在笔记本上 好 想办法画 对一直绕 绕到变360度 你怎么把刚刚我的那个操作画出来 所以我刚刚这样绕到底绕出了一个什么呢 绕出一个圆形 对绕了一个圆形 对绕了一个圆形 对不对 我绕的那一根 我绕的那一根的长度就是那个圆的半径 对不对 我刚刚看到它有两个凉角器 来看好这里 我看到就觉得这两个凉角器很好用 只是有点大而已 对我来讲 我只要把它 翻过来 这个不就相当于是 我用这个的长度绕了360度吗 知道吗 你说什么 好 所以那个凉角器 凉角器事实上是360度 它 因为两个半圆就可以变成一个圆 所以 它为了操作方便 它为了操作方便 就用180度的凉角器 来 你圆规拿出来画 没有圆规的站起来 anyway 就是 你上课就应该带工具 你下礼拜 如果上课就应该带工具 如果上课就能带工具 你就留放学留下来 我画圆规就能可以 你的圆规 没有 我怎么可能跟你拿圆规 我不会跟你拿圆规 因为我不需要用到圆规 怎么样 是三角板 我借的东西在这里 站着的注意 今天回去买圆规的 有困难的举手 而且你们那个要工具 你们应该要自己带 而不是要让老师要这样 你上课会用到 所以你应该要跟他拿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责任 跟他借根没有关系的 就是你上课是需要用到的 虽然你自己有 你应该也要在上课之前 把它拿回来 坐下 把我刚刚的操作过程画出来 想办法利用你现有的工具 想办法利用你现有的工具 把它画出来 它总共会转了360度 转了四次的直角 绕到圆点的时候 就绕出了 那个360度 请你用你手上现有的工具 去画出 画得很棒 画得很棒 你可以把你的图画 在板上给他们看一下 真的 因为应该没有人会这样画 大部分应该都是这样画 转动的过程画出来一下 不错 你们不错 你们都蛮有创意的 就是你用你的 你把我刚刚的那个操作过程 等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就是 好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那样画的 我这样看对我来讲是逆时针 对不对 对你们来讲是 顺时针 所以你们画出来的是 顺 有些人画的是顺时针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好 麻烦你把这个图简单的画在黑板上 你也上去画 因为你们画的想法是不一样 OK 有你的方法很好 就是用你的想法去画出 讚 你看 你用你的想法去画出那一种 就是0度 90度 270度到90度 拿到270到360 把它画出来 你画的还不止这样 很棒 中间还有过程 因为它中间真的有过程 很棒 这个到这里有过程 这个到这里也有过程 这个到这里你就缺了一个过程 没有了 你觉得很棒 我有什么意思 好 我觉得你们很棒 所以这个就是 老师如果 不要画 因为老师画了 你们只会画老师的 你们就不会有创意 老师没有画 学生就会画出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你看一下他画的东西 你感觉上他好像有点复杂 对不对 其实不是喔 他像是在表现那个 那个雅琳 雅文 雅琳吧 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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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琳是用两个颜色 就是 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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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最后的时候在 就是这个 我画的方式好像不对 不对 抱歉 不对 我画错了 你知道我错在哪里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刚刚画错了 因为它每一个都是两根 这个也是两根 刚刚你画三根 每一个都是两根 所以这一根上去 嗯 没有 它就一根而已 我还有它在画两根 对 它是整支的 它在描述一根 所以它不是两根 它是在描述一支而已 然后它是从这里 我知道它为什么 好 所以它这边画两根 好 我终于懂它的土的意思 它一开始画两根 跟我刚刚的图一样 然后只有动一根 所以一根上去只剩一根 然后再过来只剩一根 再过来这里还是一根 然后它过来就回去了 就变两根 所以这里一直都是两根 对不对 厉害 厉害 很好 所以它从零度到九十度 然后这个刚刚被我插掉 好 非常好 那这一个是 这个是把刚刚的动态过程分开化 像那个韦珍的也是一样 这个是一根绕起来 绕到九十度 所以这边如果可以 加上这个会更好 然后它继续动 继续动之后呢 它继续动 它动到这里来 你看它的箭头没有乱画 看我这里 哈啰 第一个它转 转到它的正上方 有看到吗 有 它的画图真的很有意思 它不是乱画 箭头没有乱画 它这样转上去 刚好转到它的正上方 所以它等一下画的时候 是画在正上方 然后现在我要转到下面来 所以接下来就打平 这个打平 如果中间在中间 再多一个点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是两根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它又继续转 你会发现 一样它画得很准 它刚好在中间的地方 所以它接下来就是 它把它 所以它转过来的时候 变得到这里 变得到这里 那剩下的九十度 再绕回圆点 所以它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根应该会比较长 这一根应该会是 这个的两倍长 就是你的图 如果我来稍微改一下 就会变这样 这个很有意思 好 接下来 来看好这里哦 看好这里哦 同学看好这里 这两根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 我把它打开会变什么形状呢 三角形 鼻子形 等药三角形 升V啦 升V 太可疑 等一下哦 来麻烦你们全部都要看我这里哦 本来是这样 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对 然后我把它转了180度之后就躺平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中间在这里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把它抓起来 注意看了 再一次哦 再一次哦 注意听我讲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然后我把它转起来到90度摆正之后再下来 这样是不是180 目前是180对不对 我把它拉起来之后发生什么事 本来是180对不对 我拉起来之后呢 变成 不是180了 100 等一下哦 再一次哦 发生了什么事 本来是180对不对 我拉起来就变成不是180了 脚步变小了对不对 扫掉了脚袍套那里去 左右左右 对 对 再一次哦 高度跟角度有没有关系 没有 高度 我们在讲高度跟角度它是可以两个拿来换的东西 可以吗 来注意看哦 我本来是180对不对 我拉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角度 不再是180了 角度是变少了 有看到 角度变少 少到了角 跑到哪里去了 那边左右的两个角度 跑到左右哪边去了 对不对 所以注意看哦 本来是不是一条线 那个配选一定要看我这里哦 本来是 我现在是180哦 我拉起来的时候 这个的角度越来越小 对不对 下面的那两个的角度越来越大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当我上面少到变成零度的时候 两边刚好都变成了 等一下等一下 再一次 再一次 现在是不是180 180我拉起来的时候 我拉起来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角度开始在变小 从180开始变小对不对 变小变小变小到后来就变零嘛 对不对 好 在那个过程你注意看哦 本来是不是在一条线那里 我拉起来是马上出现三角形 而且是等腰对不对 那我拉 我拉起来的时候 这个的角度在变小的时候 下面这两个角度 是不是跟着同步变大 知道在讲什么吗 所以它本来是180 少掉的角 是显然跑到这两个地方来的 知道在讲什么吗 所以三角形这三个角度加起来 这个180少掉的角 跑到这里来对不对 所以三角形这三个角度加起来 一定多少 180 而且你看哦 当我上面慢慢变成零的时候 这个角度慢慢变怎样 大 慢慢变大 大到最大是什么多少 多十 对 它其实不是零 大到最后 你看到这个的角度 越来越正对不对 越来越正正到最后 就真的正了嘛 两个都变90度 这个是极端的三角形 加起来的那是180 最极端的一样是180 起来的时候 这两个到最极端的时候 都变90度的时候 也是180 对不对 极端三角形的时候 在过程当中 我 我在增加的时候 下面就在减少 对不对 我在减少 你就在增加 所以我们三个加甲的角度 永远都是180度 请你把这个画起来 给你们两分钟 动作快一点 因为我们还要讲别的 把我刚刚的那个动作画出来 为什么三角形内角180 其实只要看这个图 就看得出来了 不需要去拼拼凑凑 从 从没有三角形 从没有三角形 我绕出 你刚刚绕出了180 绕出了180 之后我一拉 180 变小了 变小的角 因为跑到下面去了 当上面的角 越来越 越来越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下面那两个角 越来越大 大到最极端 就是那两个 同时都变90度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三角形的 这整个的变化过程 上面再增加的时候 下面再减少 上面再减少的时候 下面再增加 所以它会维持一个动态平衡 什么是平衡呢 三个角度永远都是180 为什么三角形的内角180 就是因为在这个动态的过程 他们一直在互补 对不对 我在增加的时候 你在减 我在减的时候你在增加 我们到最后 我们都会一起加起来变180 所以我如果在加的时候你会减 我如果在减的时候你会减 动态之下的 动态之下的那个固定性 动态之下有个东西一直没有变 就是三角形 三个角度加起来 一直都是180 才会发生 当一个在增加的时候 另外一个在减少 一个在减少的时候 另外一个在增加 把那个感觉画出来 然后告诉自己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三角形内角合180 不管它是什么形状 不管它是什么形状 它的内角合就是一定180 然后我们喜欢研究 我们喜欢研究哪一种角度你知道吗 哪一种角度是我们最喜欢研究的 最喜欢看的 对90度 我们最喜欢研究90度 所以我们画图的时候 我们会喜欢摆正的时候 摆正再摆正再摆正 摆正四次就变360 已经 好 先让你慢慢画 慢慢的 我还要利用这个再讲一个东西 在拉的过程当中 什么在变 那个 它们底的长度在变 为什么底的长度会变呢 因为它比较高也在长 高也在长高 对不对 我知道你心管要求管你会变 你的求管 对吧求管的时候会变 对 算了 对 你若算到在求管的时候 本来胖胖的就会变变的 嗯 这句话说了解好 这句话 厉害厉害 在求管的时候 那你还作用名的 在求管的时候就会变变的 对哦 哎 我的小孩 在做小孩的时候 本来都胖胖对吧 那求管后就看起来 就没有胖对吧 所以我在这个拉高的过程当中 我在拉 我们喜欢研究90度对不对 喜欢研究90度 所以就会有一些90度 有一些角度 角度会刚好90度 是一个特殊情况 然后会有一种情况 叫做小于90度 然后因为我们喜欢研究90度 所以我们也会去弄清楚 大于90度 所以很自然而然就会用90度来分开 对不对 分开成三种 那这个我们就会把它叫做 正正的叫做直角 那比90度还要大的 那个就会叫什么呢 就会顿顿的 你做了 你应该要做的顿顿的 还是做的 来顿的相反是什么 锐 锐 你做 我们在做人 到底是应该要顿顿的 还是要锐锐的 那是脚啊 哦 对 讲了哦 有时候需要顿顿的 有时候需要锐锐的 好 来 请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 我们用90度来做切割 90度的时候就是直角 比90度还要大 我们就会说它顿顿的 顿顿的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 像这里啊 本来它在做的时候 它这里是直角哦 它故意把它这边磨 磨一磨 我家要顿顿的 包括你们的桌子哦 你们的桌子其实都有这样的操作哦 你们的桌子这边都有稍微切开哦 你注意看摸摸你的桌子 它不是刚刚好直角 有些人 对 它切了一块 它这个就很明显 切了一块 你那个更明显 它直接把它抹圆了 你没有看到 对 它也都是抹圆的 所以这个是做法比较 简单一点直接切开 切一块 所以它是把那个 90度把它切下去 所以就超过90度 就顿顿的 那如果 如果比90度还要小 你就开始有那种尖尖的感觉 成三角板这个 你就会觉得它尖尖的这样 你就会觉得它尖尖的 但是如果超过90度的这种感觉 超过90度的这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它顿顿的 顿顿跟尖尖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好 来 接下来看我这里 Hello 同学看我这里哦 来 抱歉 看我这里 我这个我这个拉起来的时候 本来是180对不对 拉起来角度虽然在变小 请问一下目前现在的角度 是顿顿的还是锐锐的 看上面就好 顿顿的还是锐锐的 顿顿的对不对 顿顿的顿顿的顿顿的 顿顿的到某一个 对 它是不是会到达 其实每一个角度都有一个高度 对不对 每一个角度都有一个高度 对不对 这么顿 这么顿也有这么顿的高度 对不对 你拉多高就对应到多大的角度 对不对 拉多高就对它多大的角度 那我们喜欢先把90度研究好 所以你注意看哦 我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候 拉到刚好 拉到刚好 这种情况 我需要你来帮我 你帮我抓这个 帮我抓一下就好 帮我抓一下 好 我就会拉到 拉到某一个时候 过来 对 对 因为这样我才能够板 拉到某一个时候 所以现在目前太高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换 我换一个好 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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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比较方便 好 在这个时候 来注意看 在这个时候 来看我这里哦 在这个时候 刚 上面刚好直角的时候 上面刚好直角的时候 它就会 我现在上面刚好直角了嘛 所以你要 你要让上面是直角的话 你就必须要 这么高 再把我这个抓着 对 好 来同学看我这里哦 同学全部的人都看我这里 所以当你上面那个脚是直角的时候 当你上面那个脚是直角的时候 好 当你上面那个脚是直角的时候 你就要这么高 对不对 从这里到这里 你就要 你就要这么高 对不对 知道你来说什么 好 大概知道 你这个图画得出来吗 嘿 你这个图画得出来吗 画在笔记本上 这 你们 你们 其实你们要画三角板很容易 对不对 哎同学 你 你敢知道 来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九十度对吧 来你先看我这里抱歉 我再帮你们一下 来你已经知道要怎么画的 请举手 放下 来听我讲 来先听我讲哦 看我这里哦 来先看我这里 这个是不是90度 对啊 我请问你 会画画这几度 四十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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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柔转转转 这是不是九十 所以这九十 这四十五的 这也几度 四十五 所以说这嘛 四十五 所以这 这个是四十五 四十五的 所以他刚刚说三角板 是要拿哪一种三角板 这个 等腰 等腰直角那一种 对不对 换句话说他是不是刚好就是两个等腰直角三角板 就可以凑出他的高度 所以你的等腰直角三角板 如果你的斜度是这么斜的 斜度是这么长的 那么这一种三角板两个 这个就是那个三角板的边 对不对 谢谢 来请你把它画出来 我们时间有点紧凑 来请把它画出来 来我先给你们画一下 我再来画 嘿嘿我跟你拿什么东西 可以吗 抱歉 来三角板先还给你们 我跟谁拿的 我记得 来哪一个 哪一个 好 短的这个是加稳的吗 好 诶 诶 那个高要画出来 那个高 那个高让它变90度的 对对 我还是高 那个高让它变90度的 好 你又给我的两种 我 有抵 没行吗 像刚才我有抵出来 你是不是撒起了 要是怎样 我还没撒 你还没撒 诶 还有一个 哦 我知道我有借到凉角器 奇怪怎么不见 可是它放在这里怎么会不见 没关系我再还你一个 这个是加稳的嘛 好 同学看好这里 我们是这样哦 诶 来看这边看这边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来同学看黑板这里哦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然后我把它拉起来的时候 我会拉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它才会刚好直角 对不对 我要拉到一定的高度 它才会刚好是直角 我要拉到一定的高度 它才会刚好是直角 所以我要拉到这么高 我要拉到这么高 没关系 我要拉到 我要拉到这么高的时候 来看好这里哦 我要拉到这么高的时候 它才会刚好是直角 刚好像是放下面 好 这样比较接近直角 我这根棒子 看好这里哦 哈啰 来同学看我这里哦 看好这里 这两根棒子这么长 所以高要这么高 它才可以做出直角 对不对 如果它比这个高度还要矮 它就会变成 钝钝的 比那个高度还要高 它就会锐锐的 对不对 对 对 可是呢 我的棒子有可能会 比较长 或比较短 对不对 我也可以拿 比较 比较短的 来看好这里哦 我拿的如果是比较短的 我拿的如果是比较短的 我一样弄到九十度 这个大概是九十度 量一下就知道 大概九十度 好 所以 你看哦 我的棒子的长度 会影响我这个的高度 找我来共享吗 来 棒子比较长 我需要的高度就要越高 换句话说 我棒子的长度在决定这个的高度 对不对 如果我想要上面是直角的话 对了 接下来我们把那个图画出来 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 这个地方要撑多高 我这个地方会刚好 撑出一个直角 那因为它要撑出一个直角 所以 两边又一样长 所以我就知道 这边一定是四十五 这边是四十五 这个也是四十五 这个也是四十五 所以这个也是四十五 对不对 所以 然后这个棒子 这个棒子的长度 这个棒子的长度 会影响到这个的 这个的高度 对不对 那这个的高度 这个的高度 就会让我 这个的高度 就会让我决定 它能不能变成一个直角 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不就相当于是 这个是一个小一点的三角板 然后这个呢 大一点的三角板 有看到我在讲什么 有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 这样大小的三角板 然后这一种两个就可以凑成一个 就可以凑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三角板 我把这个转过来 就可以凑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三角板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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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点的三角板 两个就可以凑成一个比较大的三角板 请问这两个三角板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两倍关在一起 两倍是指面积两倍 对不对 长度有两倍吗 没有 长度 来 长度会有两倍吗 有 没有 再一次哦 注意听哦 这个题目有点难 来 你看到面积两倍对不对 这是面积两倍 长度 这个要拉长几倍 它如果拉长两倍 这个如果拉长两倍 这边会拼几块 四块哦 可是它才拼几块而已 两块 所以显然它长度有拉到两倍长吗 没有 没有那么长 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两个图形是AA相似 所以这个是一定是不知道是几倍 对不对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没有 他们之间一定是放大缩小关系 所以我那个小的 到大的一定是相似图形 因为AA相似 对不对 是 可以哦 好 那你能够告诉我 你能够告诉我 这一条高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三角形 会跟这个三角形 会相似 对不对 这两个小的是什么关系 成等三角形 两块一模一样的三角板 可以拼成一个比较大的 对 然后小的放大之后就可以变大的 对 对 而且我们知道它不到几倍 不到两倍 先把这个图画在笔记本上 从小的到大的 你刚刚已经有画一个这个了 对不对 你只要再补一下下面这个就好 再补一下下面这个就好 从小的到大的 它放大的倍数不到两倍 你看到了两倍是面积哦 所以它根本拉那个长度拉不到两倍 因为它如果拉到两倍 所以就会放大四块 我再跟时间赛跑 因为我还有一个东西要讲 所以两块一模一样的等腰直角三角板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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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拼出一个 拼出一个 那个 比较大的那个 放大板的 三角板 然后我们知道那个小的放大之后 就可以变大了 至于放大几倍 我们需要稍微量一下 甚至可能需要稍微涮一下 你知道就好 这节到55而已对不对 好来暂停看好这里哦 我现在拿不一样长的 我现在拿不一样长的 一样哦看好这里哦 抱歉看好这里哦 现在是不是零度 零度落起来是会开始有角度 到摆正的是不是变90度 对不对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本来是零度对不对 我拉起来角度会变大 到这边的就是摆正就是90度了嘛 对不对 只是我的参考长一点而已嘛 没关系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绕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会180 再绕下去就90度 然后再绕回来就360 是一样的道理嘛 对 找来共享哦 对 接下来我想要讲的是 如果我现在是 已经绕到180了 对不对 那绕到180的时候 接下来呢 我一样做拉起来的动作 拉起来的动作 一样它是不是一样 本来是180 上面的角度 是不是一样在变小 对 会卡那两个角 一样同步在变大 只是 这边的角度 跟这边的角度 没有一样大而已 了解我说什么 对 知道吗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两个角度 谁比较大 比较比较 我用更清楚一点 这样很明显 哪一个比较长 哪一个比较短的嘛 对不对 来请问一下 倒一个角度 比较大 绿色旁边的那个角 比较大 对不对 对 你知道是怎样的 比较大吗 你敢知道是怎样的 比较大 好 没有 比较算 哈哈哈哈 蓝色还背后绿色 他现在是蓝色比较长嘛 然后绿色的最多 你只能到这样而已 他如果还要往上的话 蓝色的会慢慢往上 往那边过去 对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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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在改变的过程当中 两个都同步在放大 有看到吗 那个 你过来 帮我拿这个 谢谢你 好来看好这里哦 拿高一点 因为我放桌上 同学会比较不容易看 本来是这样平的 对不对 我这样一拉起来的时候 角度上面是不是变小 然后下面两个是不是 都在放大 都在变大嘛 对不对 但是角度很明显 这边大 那边小哦 他为什么会比较大 我跟你讲 因为这边较长 张开的长度越长 这个角度绝对越大 这个就好像这个的效果是一样 看我这里哦 你有看 你看他下面这条的长度 不就是凑控于他吗 或者说这个的角度在受控于这一条的长度 我拉开 这个比较长 他就比较大 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 这个角度为什么会比较大呢 只有这两个没在变得不是 这个比较长 这个比较低 所以说这个比较大 因为这个角 这个边在控制这个角 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这个是固定的嘛 这个也是固定的嘛 对吧 所以是因为这个比他大 所以这个控制的角度 就会比他控制的角度还要大 那这个 为什么他的角度会变 因为这个在变 因为下面这个我在改变他 对不对 改变他 所以上面就跟着我 跟着我变 所以脚跟边是互相看来看去 就看对面 看对面 好 再来看一次哦 现在目前是180对不对 来 一定要看我这里哦 拜托你一定要看我这里 因为我们看我这里哦 角度是慢慢变小的时候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现在差不多90度对吧 现在目前就会变成是 两个不一样的三角板 有看到吗 这个三角板跟这个三角板 是不一样的哦 请你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你画得出来吗 两根不一样长 然后拉到这种时候 它刚好90度 这时候 这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 反正我就抓一个地方嘛 开始拉嘛 对不对 抓一个地方开始拉 拉到某一个 某一个 某一个时候 它会刚好 拉到某一个时候的时候 它就会刚好 比如说像这样 我用这一条 我用这一条 我用这一条跟这一条 我要拉 我要拉这么高 才可以让上面是直角 对不对 蛤 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 你画的时候上面要直角 对不对 拉到刚好直角 随便你用两条 随便用两条 来抱歉 听我讲就好 因为我只剩一分钟而已 来看我这里 抱歉 来看我这里 不是不用画 先看我这里 我就是 用这两条不一样长 对不对 我再画一次 那个夸张一点 用一条比较长的 用另外一条比较短的 拉到刚好90度 可以吗 好 所以 所以这个是 我要拉 所以我用这一条 跟这一条绿色的 然后我要拉这么高 对不对 我要拉这么高 它才可以让上面变直角 也可以这样说 当我上面变直角的时候 你这条就一定要这么长 对不对 看好这里 你注意看一下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还有那个大的三角形 会有什么关系 这个最小 对不对 这个第二小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最大 对不对 这三角有什么关系 猜 背数 背数 面积 七七 哈哈 一七 来我 我算给你看 四倍或五倍 背数 我算给你看 整倍 好你说的背数 也就是说你 你有感觉到 这个四 这个中的 这个大的 它应该会有什么关系 会有什么关系呢 会有什么关系呢 相似 就跟刚刚一样 对不对 水这个 我把它放大 就可以变大的那一个 因为角度同样 这里的角度同样 这个水有一个九十多 那出的那两个 会不会和出的这两个同样 会 会同样 还是不会同样 我算给你看 这个角度大概几度呢 猜看看 猜看看 他大概几度 猜五度 猜五度 不可能 借我一下 猜二十几度才合理 从这里赚到这里 对不对 大概二十五 谢谢 来同学 这个二十五度 请问一下 这个几度 九十 这个几度 对 九十扣二十五 为什么他用九十扣二十五 来全部的人 听我这里 哈啰 内脚一百八 对内脚一百八 已经扣掉九十了 所以剩下 两个该卡的要高这 所以这个是六十五 请问一下 这个几度 诶 来请问一下 这个几度 几度 几度 二十五 所以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小的 这个中的 小的 小的三角形 是不是二十五度 六十五度 还有九十度 对不对 中的这一个呢 二十五度 六十五度 九十度 对不对 最大的那一个呢 九十度 六十五度 二十五 全部都一样 诶 角度都一样 就代表它们什么关系 一样的图形 对 角度一样 来请把这句话写上去 他写的讲得非常好 角度一样 就代表它是一样的图形 写上去 角度一样 就代表它们是一样的图形 后面挂号 对三角形来讲 我们只对三角形来讲 角度一样 就代表它们是一样的图形 只是它大小不同而已 可是我们讲的这句话 你后面要一个括号哦 要写三角形 角度一样就代表 图形一样 代表它图形是一样的 然后你等一下再把这个图画好 好不好 自己把它画好 同学下课休息 谢谢 那个直接拿到我们班就好了 东吴谢谢 来 麻烦你